很早人還在蘆州跟里長來進行會談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現在仍已經抵達新北市議會 要來準備做幼兒園胃藥案的專案報告 那麼原先是規劃 其實是只有教育局長 以及衛生局長要來進行報告 不過現在侯友宜來出面 也是希望能夠趕快來停止胃藥案的風波 詳細狀況 帶你來聽 這個專案報告原本議會 是裁定由衛生局跟教育局來做專案報告 那這段時間我看到很多都不是事實 都是造謠抹黑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觀瞻 也影響到讓家長放心孩子們的健康 未來要如何維護 我看到很多的全國對幼童在校園裡面的安全 大家有非常多的疑慮 所以我有責任把這個事實以及新北市的所有的作為 很清楚的跟議會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雖然今天議會並沒有邀請我來 我只能到議會來 但是這個整個程序都還是要尊重議會的裁定 所以我先到議會來 等議會的程序 大家談論完以後 我主動來接受議員的報告的復旋行 好 那麼針對被外界質疑 侯友宜的危機處理太慢 他則是回應說是要把所有的真相 釐清清楚之後再來跟大眾做完整的報告 另外原先傳出有家長 四月份就通報一九九九專線這件事情 侯友宜則是再次強調澄清反駁 這是一個假消息 以上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消息